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会创业版 一会来说创业版 先说主板 今天主板其实最大的看点是哪呢 量 上证指数就是护士单边1772个亿 跌破了2000亿了 那在中午的时候呢 还是1000多亿 我觉得今天跟昨天应该比昨天小一点 大概其实在2000亿附近 没想到下午量继续萎缩 萎缩到1700亿了 大家怎么理解这个量呢 为什么这么小的量 量小意味着什么呢 没有卖的没有买的呗 大家都卖都买的不就量大了吧 对吧 那么有一种看法 就说他们这个量缩是好事 今天跌了吧 跌了 跌缩量是好事 比如说向下跌 你说你放量 这更难看是不是 你向下跌缩量 你这个3200点今天刚刚刚好 在3200点以下一点点3199收盘 对吧 你说在3200点附近 哎 你缩量了 跌不动了呀 这一定得反弹了 该涨了 确实这么看 确实很经典 就是很正常的词维就是如此 对吧 但是我们想刨根问底 再问一下 也不是问谁 也不问您问自己啊 就是他今天量 为什么在这缩呢 多头和空头 为什么都不干活啊 他为什么等什么呢 对吧 比如说 比如说 咱打比方说 昨天打个地点 今天反弹了 别管3230也好 3250也好 上去了 那我想问 有股票的和没有股票的 也就是多头和空头 潜在或者叫潜在的多头 你没有股票 有钱 这不叫潜在多头吗 你一买不成多头了吗 有股票的 你一买不成空头了 叫潜在的空头 对吧 你们都该怎么办 包括或者我 我们该怎么办 你说我现在满仓 之前没卖 你反弹 反弹你干什么 你是不是要卖 现在基本上是怎么样 反弹降低仓位 反弹减仓 反弹你要卖 好了 这是有股票的 如果你现在是 别说空仓 就仓位很轻 今天反弹了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 你会 今天一反弹 我赶紧满仓 这种操作也有 像昨天我们就有 昨天我们说了 尾盘我满仓了 今天我建立就跑 这是另外一种 就是我之前我卖了 卖完以后 我觉得差不多跌下来 我该又建仓了 你会吗 对不对 你说你如果是建仓 你是建主板呢 还是建创业板呢 创业板没有逻辑 买点没出来 但是主板 主板现在正调着了 所以说呢 这个亮不出来 是不是他应该深究一下 他为什么出不来亮 都在那儿等着了 都在3230 3250 都在那儿等着了 你不信到那儿试试 你不信你上去 拉上去试试 你看有亮有没有亮 亮一定出来了 干嘛 都在那埋伏 把埋伏圈射好了 那滚不雷石 都在那儿等好了 你上来 我得捡一捡 我得卖一卖 那我想问 大家如果都在那儿等着 那谁给拉上去呢 所以亮不出来 但是你说现在 你说这个 你既然我不上去 那是不是我得下去啊 不上就下嘛 对不对 要不然就 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开玩笑呢 有本事你说五根星 对不对 你两根了 还差三天 这一礼拜一共五天 你说五根星 大伙大伙 那就坏了 那就看不明白了 是吧 那就说你不上 你现在下 你下去啊 你一下 你要破掉三一八零三一九零 你看你破 你看亮出来 所以说上节目之前 我们讨论过 这事你说 你说 你说这个这个 先跌再反弹 还是先反弹再跌 因为现在呢 确实短期技术指标 处于超卖状态 你跌那么多了 你虽然你就急变 以后你再跌 至少短线你谈一谈吧 特别是昨天 连阴线都 连阴线的过程都没有 直接滴开 那一下 你翻译了一瞪眼 下来了 那你这时候 你谈一谈 终归是正常吧 但是关键什么呢 是谈完了再跌 还是跌完了再谈 之前我们在节目之前呢 出现分歧了 我的观点就是 跌一下再谈 杀出量来 再反弹 否则你像他谈不动 你看今天和昨天都向什么 向上去试二十日均线 昨天高点是多少 三二一九 二十日均线 对不对 今天又向上 比昨天还不是昨天 上不去 为什么呢 卖压太重了 你一反弹他就 他就 他就有卖的呀 对吧 所以说这市场的进入调整了 昨天我们讲了 不管这个调整 你怎么看 它是短调 还是中期调整 还是怎么样 我们不管 调了吗 调了 确实调了 跌破二天线了吗 跌破了 死叉了吗 死叉了 好了 他什么时候金叉 什么时候再说 这时候别猜 他到底怎么样 弱势 现在大家都无疑 都说你已经走坏了 你日线MAC就死叉了 这一波上来三百点 从来没走过叉 这次死叉了 确实走坏了 走坏了没关系 但是呢 就是说呢 你别猜 你说到这 就支撑到那 先别看那事 现在大家其实一个念头 就是你谈 谈我先减一点 然后下来我再怎么调仓换骨 调怎么调 怎么把那创业板卖了 买主板 这好像现在 我觉得现在它是有问题 你为什么有问题 咱别说创业板是好是坏 最起码那主板 它那姿势不太好 现在都往下 刚大杆子拉起来 你现在你建仓这个 它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调仓换骨是有必要 但是呢 时机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这个时机 因此 这个量小 是什么呢 是总工之前的宁静 它要选择方向 它一定会选择方向 所以在方向 没有做出选择之前 别猜 别猜 就是说 一旦向上突破 或者向下突破 那你再动手也不迟 向上 我觉得 如果是向上 至少你这三条 五十二十斤 你再走顺了吧 你再建仓也不晚 对吧 就是说 没股票了 有股票向上 你还是要怎么样 毕竟先多往下压 还是要先撤一撤 这个基本是现在一个 一个基本的逻辑 所以说呢 这个缩量 和一路跌下来 再缩的量 不是一概念 你一定要把这个缩量 和缩量 搞清楚 此一个缩量 和彼一个缩量 不一样 发生在不同的时刻 不同的时节 不同的位置 这个缩量也好 放量也好 代表的含义 其实不是一样 那么从K线的角度上呢 一会儿我们再细聊 今天就要 下跌 再跳空 下落 跳 双星 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K线组合 这个K线组合 怎么去解读呢 一会儿我们跟嘉宾 我们再细细在聊 好了 下面呢 我们就想 请我们的编辑 给我们做了一会儿 看看消息面 都有什么变化 今日市场缩量走弱 互指全天维持 窄幅震荡走势 震幅仅0.59% 并在尾盘跌破 3200点整数关口 收出低位十字星 报收3199.65点 下跌0.16% 创业板值走势皮弱 小幅高开后 一路下行 尾盘两度跳水 报收2122.26点 大跌1.01% 资金方面 近期国债期货和 现券持续大跌 显示资金面持续趋紧 今天央行公开市场操作 继续处于进回笼状态 进回笼资金1200亿元 显示央行去杠杆决心明显 板块方面 日前国家能源局下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 利用的意见提出 通过推进试点 示范先行 有序支持 重庆 江苏 上海 河北等省市 开展天然气体制改革试点 分析称 改革将有效改善 国内天然气利用结构的矛盾 对未来天然气市场的发展 存在重大利好 今日油气改革概念股涨幅居首 行业方面 临近年底 新能源车补贴调整政策出台呼声再起 业内预计 新政将在12月上旬发布 分析称 电动物流车和三元电池 或将成为后期市场两大受益方向 好 欢迎回来 您看这个 弱势的时候 您看油气改革 今天还有涨停的呢 是吧 它还是有一些机会 既然现在盘面 这个弱 跟以前的弱 它不太一样 所以说在跌的时候 就是在调的时候 比较跌 应该在调的时候 其实旁边还是有些零星的小机会 这些机会我们怎么去抓住呢 我们还一会儿跟嘉宾好好聊聊 现在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 今天晚上到场的嘉宾 薛光敏 葛建盈 还有我们的老魏魏宁海 三爷晚上好 那么今天呢 是第二根星 昨天呢 砰一跳空下来了 收根星什么意思 跌这么多了 因为一跳空跌下来的嘛 我怎么办呢 是继续跌 直接往上走呢 谁也不 多空双方都不伸手 今天继续不出手 那您觉得是后边怎么出手 我觉得是这么看 主要是还是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一下 那么主要在最近的一个月的上涨行情当中 其实是蓝筹股唱主角 那么也就是周末的出消息 就是对这个险资 暴力这个举牌啊 或者这个对这个市场是比较有杀伤力的 因为我们知道前期这个 以那个中国建筑为首的这种大盘蓝筹股 举牌三件股 对 炒得比较火 那么这部分资金呢 现在已经是明显的一个退潮了 那么这部分退潮 我们知道涨的时候 因为它带动指数的 那么反过来现在跌的时候 它也会反过来带动指数下跌 那么也就是说在未来的 至少在两到三周以内 那么这部分资金肯定是 以逐步撤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为主 那么从这点已经很明确 就是指数的话 它是进入一个调整周期 这是一个 那我这个要调整 我换一个不行吗 还不行 那听我说完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深港冲的 当时这个在上涨的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深港冲的游戏 那么现在已经兑现了 那么兑现了的话 你后面让它涨就比较难了 那么也就是说 有利益好出现了 消息一下 等它们跌的就是说超跌了 那么这个全中国反弹呢 对指数一点 有一点就是反弹的这个贡献 那否则的话 这个指数还是一个调整的状态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 这个这一波的这个大盘股上涨之后 小盘股并没有动 对 那么小盘股呢 一般情况下 在大盘股下跌的时候 人有一种就是比较担心啊 比较恐惧的一个心理 那么大盘沙的过程当中呢 小盘股也会受到拖累 但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小盘股的 因为它的这个 在11月份之后 小盘股就没有涨过 基本上从11月份开始调整的 大盘股涨了一个月 那么也就是说 我个人觉得小盘股 在这次见底的时间 要早于大盘股 那么所以 所以他们有一个 不是 你的意思是 创业板那还得跌 就是创业板在目前的情况下 会受大盘股的拖累 会调整 但是调整的时间可能会 短一点 短一点 这是另外一个 那么这个 我们现在就是说白了 就是判断它的调整 到底在什么时候结束 或者是怎么点位结束的问题 现在就是在说高点的 这个意义已经不大了 那么我个人是这么判断的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 最近的时间节点 就是12月中旬的 美联储是否加息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加息 肯定对市场有影响 因为去年12月份加息的时候 大盘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那么去年其实有两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加息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解禁 解禁的问题 1月份1月8号解禁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同样的 面临的是这样的问题 12月又解禁 对 就是12月份和1月份解禁的问题 解禁也有高峰 对 解禁高峰的话 那么这两个消息同时影响的话 那么尤其是中下旬的时候 那么对这个盘面是有影响的 那么包括资金面 12月底的资金面 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资金一旦供给又不足 再加上解禁 那么就等于是供给增加了 然后资金需求反而减少了 那么这样的话 就等于是我个人判断 它的调整的时间 大概在至少要到12月底左右 也就是这一个月 好像这些利空消息化解 那这个比较费劲是吧 对对 那么这个是从 那你要说这个创业版率先见底 那么也就是说下一轮 我们说下一轮 你不可能总调吧 你还得涨吧 下一轮是不是以创业版为主 我觉得下一轮是以创业版为主 那么前面还没讲完 就是说我们在这轮的调整当中 12月份如果说 这些利空消息基本上出境了 那么剩下的就是1月份的 我们讲的还有一批解禁 那么1月份解禁的话 我个人觉得不会到 1月份完全解禁的时候 大盘或者说小盘股才起来 那么肯定是在解禁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1月中旬 那么这个时间点可能会 小盘股已经提前见底了 那我个人判断的话 就是在12月30号到1月15号之间 这个时间点可以进行布局 小盘股的一个机会 那么因为它的调整时间比较长了 那你这意思 1月中旬小盘股见底 小盘股又是率先见底的 那大盘这边 这是在那月底了 过春节见了是吧 大盘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大盘和小盘 它本身就是说小盘股一年涨 比如说涨两个周期的话 大盘只涨一个周期 这是历年来的一个规律 那所以的话前面主持人提到 就是说是不是现在就能切换到小盘股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的有一部分资金 你比如说参与大盘股的资金 现在刚出来 刚出来的话它建仓小盘股 它也不是说今天 出来之后今天就往上打 打了就建仓完了 它也是有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也就也要需要两到三周时间 那么一这样推算的话 大概也就要到12月30号 最快的话12月30号健康完毕 对吧 那我个人觉得至少你在12月30号才开始布局 那我觉得是来得及的 嗯好了 这你的观点就是说它继续调 调的时候呢俩一块调 但是呢这个小盘股可能是 它因为之前就已经调了嘛 对 调的要结束要早一点 早呢基本上也得一月份见 对 然后呢这个再启动呢就以小盘股为主啊 是这么个逻辑啊 那么格姐您同意这观点吗 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那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分析市场的话 主要的目的还在于我们当下应该怎么操作 那我今天呢实际上我先讲一下大盘的一个状态 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几张图呢 不同周期的这个图形呢 我们可以分辨一下 目前市场到底出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 那这一张日月线图呢 我们同样是三个指标 一个成交量 一个MACD 还有KDG 嗯 那么这几个呢实际上再加上这个均线 从月线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MACD实际上它一直是在零轴的上方的 对 那么所以说 但是没进差 对 它一直是在零轴的上方 所以现在的状态的话 还是处在一个整调整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周期 也就是说它没有拐头 它还是一个像粘合的这么一个一个过程 绿柱持续在缩短 对 所以说呢 就是说它这个方向 它还没有变成一个强势 为什么我们其实以前也分析过 它为什么还没有强势拉伸 它还没有达到 它要在零轴 零轴上面一点 一斤叉 对 它还没有 那么从下一个周线来看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周线 它实际上在均线指标上 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头 但是上一周的周线 我们看到一个放量的一个阴线 那么也就是说短期 它是在这一线有压力的 那么也就是说 它有一个周线上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需求 就是休息的需求 那么从MACD来讲的话 它也是在零轴上方属于强势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再看一下日线的一个图 我们就能够看到 这就是一张日线图 从日线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呢 它已经MACD和KD界 已经形成了一个死差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这个级别已经达到了日线的一个级别 周线上有调整的预期 有需求 已经在日线上明显的反映出来 所以说它这个日线的级别的调整呢 我觉得它不会马上结束 不会马上结束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要 我们再分析一下 我们当下应该是什么做 第一呢就是要分析几个内容 第一就是我们要分析一下它到底能在哪些位置受到一些支撑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些预判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调整周期到底能够在什么地方能完成 但是这个呢 你如果要说你从这张日线图上去猜测的话 也很难猜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分时图的这个30分钟图 我们就能够看到 它虽然是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 已经在MACD已经在零轴的下方 进入了一个调整周期 然后呢就是说 它的这个均线也是形成了一个空头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它短期因为它联系的一个 因为上周五的一个下跌 再加上周一的一个跳空低开 那么这两个下沙呢实际上在短期已经形成了一个超卖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它短周期我觉得它是在 而且它这个目前的位置啊 在3180附近 它也是一个参考的支撑位 那么3180到3190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支撑 所以说我们这样子一理的话 就会了解现在的状态 也就是说现在是回调过程中的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格局 也就是说目前是在这个3180附近的一个上下震荡 那么这个震荡我觉得就是说从短周期来看的话 是可以参与一个短期的一个反弹 当然这个反弹呢 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个上震指数来看的 其实你要是操作的话 要看个股的一个情况 那么对于市场上的个股呢 我也看了很多 实际上现在目前市场上的个股 它有几种状态 一种就是前期涨幅过大 现在是调整的 还有一种就是前期一直在调整或者是下跌 然后在横盘 实际上今天已经有一些个股 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支撑位 开始做一个反弹 已经有这种 所以说总结一下就是均线 或者是从这个大盘指数来看的话 它是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趋势向上 阶段性的受阻回落调整周期 然后短期是属于一个震荡带反弹的一个状态 其实今天上涨加速就多于下跌加速 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操作呢 就是要做一个节奏 就是现在的状态 是可以针对个股做高抛低息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日线上 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的状态 所以我们的仓位会有比以前要降低 然后要加以控制 仓位控制的前提线 就是您如果已经八成了就算了 就是仓位如果比较低的话呢 在目前位置上呢 还是可以做一下的 有些个股对还可以参与 对实际上我们减仓的位置是在3250附近 因为我一直说这个3250这个地方是有压力 作为一个短期的减仓位 这样的话就是目前来讲是出于一个控制仓位 做高抛低息的这么一步 因为这波行情啊 刚才葛姐说的非常好 就是说呢 你这不能光看指数是必须看 但是呢 你不能光看这 因为这波啊 大家可能深有体会啊 就个股的走势和指数的走势啊 脱节是非常厉害 就非常厉害 要不然有这么个 有这么句话 就是3000点建仓 3300点割肉呢 为什么这么 他就不一样 走得太不一样了 所以说呢 这种节奏不一样呢 导致目前操作 确实 你不能光看指数 还得板块啊 个股呢 还要是精挑细选 还要细气的来研究 那这个方面呢 就是说 老魏刚才你看 他们两位呢 就是稍微有点分歧 对 从你的角度上怎么看 好的 那么刚才我看一下 就是他们 基本上调整是都没有意义的 就是一个是稍微快点 一个是稍微慢点 那么你发现吗 今天这个盘面 其实咱们把它调到分时图上 来看一下 其实分时图上 你会发现 大盘今天呢 这个黄白线 它的这个黄白线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黄线 我们是代表是芭蕾票 对不对 但今天黄线 基本上它压在上面 白线是在下面走的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因为咱的屏幕是白地儿 对 您说那黄白线 是那个黑地儿图 对 就是这个线 就是黑线 这是代表权重 这指数 对 这是平均股价 对 那么这个里面 其实是怎么说呢 其实今天你看 它上涨的加速 还比下跌的来得多 对 那么注意下午 两点半之后 我们发现 创业版当中的 全重 全重类的个股 是快速跳水的 这是创业版 您看 对不对 这是创业版的 代表它全重 它代表指数吗 对 对吧 这一波挺 那么也就是说 今天呢 是虽然是下跌的 但是呢 个股的反弹机会是有的 对不对 那么 以后我们大家看盘的时候 也是 你得看一下 这黄线白线 如果黄线在上的 就表示 今天是小票 它确实强 如果是白线向上 就告诉你 全重今天拖的盘 所以这个你要注意 咱们今天从这个里面 就看 我难怪是指数是下跌的 股价却是涨起来的 很多人说 今天让指数跌 但是我的个股 还是有点赚钱的 那么从短期来说 它这个12月5号的 时间窗口已经确立了 它是一个调整开始 那我前面就说了 这个调整还是用ABC 那么A的这个 打下来的这个结构呢 我们就等它起稳 会有一波 做B的这个反弹 那么B的反弹的位置 还是昨天我说 3250到3260这个位置 完了之后再回来 还是有一个C的杀跌 那么这个杀跌的话呢 我个人感觉啊 就是它这一次 主力如果用权重去 怎么打下来的 它到时候 最后如果拉起来的话 还会是用权重去托指数 还会往上再打 所以呢 这个B我们说 这个B等待它反一下 那么记住 所有的在12月5号开始 下跌的这个趋势 已经成立了 那么所有的反弹 都是为了减仓 都是 只要反弹的高点 都是减仓的 那么也就是说 就应了你刚才讲的那句话 人家都拿着砖头 在那儿等着了 你只要一上来 他们就丢给你 是不是 但是从结构上说 它确实会有这个结构 还有一种讲法就是什么 两根十字心以后 它往下破 那么这就变成一个 下跌的中继 它往下破一下以后 再起来反弹 当破下去的时候 量一旦放出来的时候 恐慌反一旦出来的时候 它倒反而拉起来做一个B 然后再往下打一个C 但是我觉得这一波的杀跌的目标位 不会太深 3140和3140那边有个缺口 3146对不对 你说是A还是那C C就是C 就是说的这个C C就会往那儿去打 你吓我一跳 你说A的3140 不是 我就说C B台湾那个有个C 那么极限的位置在3110的位置 就打一下打到这个地方 那么时间我还是给它 在12月底左右 这里打完了之后 咱们再起来 那有一点观点 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可能我会觉得它在12月底 基本上调整完成以后会起一步 创业版的话呢 其实创业版真的也是不太争气 那个218这个位置一直没过 过不去也算了 现在把下面的2140也给天天打发打发 打漏掉了 对不对 天天打漏了 今天没收上去 那么下方的一个极限位置就2100点 这个位置是不能破的 如果真的要把它破掉的话 咱们说理论上来说 它会往下面翻箱底去了 翻到1600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位置一定会有人护 今天是用权重打下来的 那么咱们看权重是不是 就是小票里面权重 小票里面权重是不是震荡完了以后 还会再起来 再把它再往上拖一拖 但是不要忘记 就像前面葛姐说的 这里面有一些股票 已经走出底部形态往上走了 也就是说什么 个股的节奏和你的指数不同的话 那么以你的个股的节奏为主 不要就是 你的节奏是往下走的 大盘上去跟你有关系 没关系 对不对 如果你的再上去 我们看调整了 那你也看着你的个股的节奏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 这么说 基本上看调整 没有意义 就是说调整的可能周期 或者深度 可能有一点粗 另外还有一点大家都想的差不多 就是说你虽然调整 但是不是没机会 是吧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说实话 现在光明啊 这个说的二八 未来 你说未来可能会切换 不是现在啊 这关键现在是不太多 我不是说不多就不对啊 不是这意思 就是现在事实点不太多 也就是你的意思 小票也要调 大票也要调 但是我要关注小票了 大票涨完一波 你先歇会儿 下回该我出场了 那既然这样 你看看你现在 是现在还是以后 我该关注的板块 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到了 就是年末之后 还是关注成长股 就是小票一类的 就是比如说次行股啊 这一类的股票 因为虽然说 我们这次的高中转 有一波炒作 或者说有一波涨幅 但是总体的涨幅呢 比往年来说 还是不算太大 那么这个呢 我可能觉得 从大盘股撤出的资金呢 它会卷土重来 那么另外一个 我想提一下啊 就主持人可以切到一个 上阵的日线图啊 日线图我们看一下 上阵日线图啊 谈一下这个具体的 现在这个应对 或者说操作 那我觉得从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如果说你仓位重的话 就像前面老位讲的 在目前的话 做一个减仓 那么减仓的话 我觉得是这么看的 就是现在到底是 我们知道 调整有几种方式 一种就是贴着五天线和十天线 反复的震荡下跌 还有一种呢 就是突然连续跌个150点 反弹五六十点 这是两种不同的走势 那么现在如何判断这个走势呢 就很简单 就是说如果说 比如说像老我讲的 明天如果是往下走的话 那么就是很有可能 它是贴着五天线和十天线走的 那么就是像这种走势的话 你要往下走贴不上啊 你要如果明天就往下走 那怎么会贴上呢 不是 往下走的话 它就横盘 横盘的话就 你很明显就历史上 我们看一下啊 或者说这段上涨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上涨的话 它基本上贴着五和十走 你的意思是离着一旦远了 它就要走 它就横一横 横一横的话 这种走势横一横 就是它反弹的时候 它是不带量的 横一横的话 这种很有可能是走的是 就是贴着五和十往下走 那你要那意思 比如说两颗星了 我在这再收两根 对对对 这种走势就很有可能是走贴 这线就下来了 是吧 你这样再指望它能够反弹到20点线 那就很难见到 其实这线连线就昨天已经碰一次了 对吧 因为它现在刚刚穿20点线 如果走到后面的话 它20点越来越远了的话 那时候就不会再去碰了 它就是说你要减仓的话 就碰到五天线 或者说碰到十天线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减仓了 它再晚了减就等不着了 这是我从短期的来看 对吧 然后你当你把这个筹码抛了的时候 我觉得就不急于暂时进场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指标 就是说我平时比较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MACD MACD现在就是说 我们不是刚看到钢死差吗 钢死差的话 那你看你算一下 从现在死差 那个拐头向下的那个线 就是现在还没到临轴下方 也就是这个快线 快线 它得到这 它得到临轴下方 那到临轴下方 你大致算一下 这个周期也要十几天 因为我们看一下 1980那个时候 就是在临轴下方 包括前一次六月份 好像也是在临轴下方 那如果说一般参与的 可参与的反弹的话 基本上在临轴下方 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反弹 所以说就是建议的 我建议的操作是 在五天和十天减仓 然后到MACD到临轴下方的时候 再做一个考虑一个加仓 那么这个时候加仓的 这个布局的话 就是我说的这个 就是明年的成长股 这个刺心股一类的 那可姐您刚才说了 这个大环是调它的 但是你个股的周期都不一样 对 那您关注到那些 我们非常想知道 就您说这 有的个股已经到支撑了 这个它基本上都能 集中在哪些板块 实际上首先我们要知道 目前的操作 就是风格应该是什么样 现在的操作手法和方法的话 就是要稍微的短平块 就不能像前期一直持有很重仓的 一直持有不动 然后再做一个波段以后减仓 现在来讲的话 我觉得首先第一 就是要相对短平块一些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板块来讲的话 我倒不是特别的 把这两块分开 就是大盘和小盘 实际上我也看了一下 大票里边也有一些股票 这两天的下沙 也达到了一定的支撑 所以说我实际上关注的 内容基本上还是这些 就是主板上金融资源和一带一路 这几个我觉得都没有走完 就说它回调以后 它还会上涨 这是我的一个对大盘的一个观点 还有一个对小票来讲的话 我依然就是保持我的三星概念 那么就是新能源 新技术和新材料 实际上这里边 我们就可以去关注它的一个 就是节奏 就是说我不管它是哪一块 只要它达到我这个节奏的话 达到我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去参与 那么实际上近期来讲的话 我觉得新材料也有一些反应 就是新能源新材料 这个地方 我觉得也是可以比较相对的 多注意观察 或者多注意参与 我觉得他们是在一个 带反弹的一个状态下 有点走出这个模样 对 因为他们前期一直在下跌 在大盘股涨的时候 他们一直在震荡下跌调整 所以在目前来讲的话 我觉得都是可以参与的内容 老魏这新能源是不是跟你有点不模而合 那么这个我来说一下 今天的这个点评小板块 今天的小板块我们看一下题板 那么我所说的新能源 其实它是其中一个分支 叫新能源汽车 我们说最近特别是12月底 我们都看到了 新能源补贴政策即将明朗 刚才前面的片头上也说了 这个全国多省市都相继出台 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 那么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就会出来了 那么随着补贴政策落地 我们要选的话 要选什么上市公司里面 这个财务数据从这里做手 看看业绩有增长的 然后业绩增长是作为它的基础 另外就是在行业里面是龙头 然后是一个板块当中的 就是稳定性增长的板块 个股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说 包括锂电池也好 包括充电桩也好 包括整车也好 从这里面咱们去找一些机会 是这样的 从新能源汽车里边 对 这结合着年底 可能要出台的一些相关政策 对 是的 来去挖掘一些机会 刚才这隔阶也讲 新能源 当然包括新能源汽车 还有一些新材料 或者是这个 一直是一条主线正在调整的 这一带一路 其实一带一路 这波行情应该讲表现还是不错的 那么就是说这没完事 调的时候呢 它也不是这一下话 直接这么上去 然后再这么下来 不可能 它也会有波段 这波段的小波段呢 您可以 也可以保护得住 换句话说吧 有些票 您是可以什么呢 长线短打的 就这么个意思 那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这个有看通锦囊 我们看看我们这些牛伞啊 他们现在的操作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这个老林 林荣石 林荣石 这个就是玲珑说事寻宝记 现在非常稳健 这个空仓了 未配置是百分之百 这总收益呢 是百分之一点五四 它这个节 这一段时间的节点 把握的还是非常好 那另外呢 这个星星之火 这是韩云 这是韩云的一号 现在呢 也是基本上是不到10%的仓位 仓位非常轻 总收益的现在是5% 那个小刚的这个 稳健增长呢 现在也是仓位非常轻 总仓位是百分之二十几 收益的是 也是一点多 基本上这几个 这几个锦囊呢 目前的收益呢 还算是在这一段市场呢 出现大幅震荡的时候呢 还是相对的比较稳定 因此呢 我们通过的锦囊呢 其实呢 看它拿哪个票 看拿哪个票 这是一个目的 其实更重要一点 学习它的操作风格 操作思路 和操作的策略 什么时候加仓 什么时候减仓 我觉得这个呢 确实它是有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独到之处 那么听完现场嘉宾的观点之后呢 我们再联系场外 听听场外嘉宾呢 他们是怎么样看待 今天这根十字星呢 受万能险规则的影响 昨天副指跳空下跌 直避二十日均线 而今天副指成交量快速尾数 且昨日缺口较大 短期人降下派 下支撑位 约在3100点上放 展物潮底 至2638低点以来 这是第三次 受重大利孔形成的下跳缺口 但每一个缺口的高度 不断抬高 所以本次挑战 然然是低息的好机会 特别是对前期 强势的铁路股 把握好牛回头的机会 从整个市场的机构来说 现在正好运行在 2969这波上升通道的一个下轨 从数量的情况来说 预示着短线 有一个弱势的一个反抽行为 关注的重点 就是这个下轨 它的节线位在3186点 如果反弹不过前期的一个缺口 调整就要缘系到三周左右 所以从整个机构来说 现在的弱势形态已经非常明确 操作上还是控制仓位 注意一下节奏 总的来说 中长线趋势还是往上 短线调整不可避免的 短线的修整 也是在情理当中的 好的 欢迎回来学技术 就要到咱们的谈古论金了 今天的为您海将继续 为您讲解N字操盘法 马上进入股市聊聊吧 好 股市聊聊吧 那么今天我们接着 昨天的一个技术 那么昨天咱们说 这个叫破釜沉舟 那么这个 昨天是这样的 这个拐点上会出现一个 大K线 然后有个小K线 在这个大K线当中 那我们把小K线的上和下 画两条线 它只要破了下方的这个 那么就是开始要下跌了 对吧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 那么今天我们要看 就是它的这个 第二天的这个K线低点跌破 那么是一个空头做空的一个表示 那么前面那个大K线 这个它可以涵盖后面 一根或者几根K线 就前面的那个大K线 它可以里面 有几根小K线都在里面 都可以 那么利用日线选择破釜沉舟的形态 就这样一个形态 随后呢 我们在60分钟里面 画好这个高点和低点 就是这个小K线的高点 好比10块1 下面低点的10块 那你就在60分钟里面 把10块1和10块 你画两条线 画在那 那么等待 这个后面的是什么 大英K线 如果是60分钟跌破 那个低点生命线的时候 那我们就卖在这个 60分钟里是找一个卖点出来 我们看下一张图 那么这张图呢 也就是经过拉升 回踩再拉升 好 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 大阳线 后面的这一根小K线是关键 那么它的 高点低点 画好 你看它后面就是什么 破位 反凑以后没站上去 那么继续下来 那这就是一个 破釜沉舟的形态 我们再看下一个啊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下降过程当中 反抽 然后也是出现了 一根阳线 后面包了一根小K线 那么也是高点低点画好 它只要一破下面呢 也是啊 这个卖点就出来 那这里面还有一点要注意啊 就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用一根 五日均线啊 用你画一条五日均线 那么这个五日均线 如果同时 在这个K线 破低点生命线的时候 它五日均线 五日均线也是拐头的话 只要这根K线 跌到这条均线下方去 那么形成一个 K线实体和均线死差 那这个地方也是同样是出现了一个卖点 好刘军 好了 那么我们看啊 这个买点很重要 但是通过这两天一跌 您体会到了吧 这卖点一出来 您必须动手 如果不动手 确实这后果呢 就比较严重 是吧 这买点卖点同样重要 会买还得会卖啊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操作 今天的聊聊八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 下面将进入我们的微信联联看 又到了微信联联看的时间了 最近呢 咱们的微信平台上特别热闹啊 既有对A股研判展望的 也有对操作出谋划策的 还有就是吟诗作对的 分享一条给大家 这位叫做星辰的老朋友说到了啊 看来这是一位特别有才的微友啊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呢 加入我们的微信大家庭 您只要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在每个交易日晚的直播时段呢 我们的微信小编啊 都会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 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 也希望您第一时间的告诉我们 那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刘军 来听听看他今天关注到了哪些 观众的精彩留言 好 欢迎回来 首先呢还是公布一下 今天的微信问题啊 今天的问题是这样啊 当下更适合建仓 更适合建仓或加仓 哪个板块 A 主板39% B 创业板27% C 中小板34% 也就是说呢 中小串占了61% 主板呢占了39% 看来大家呢还是 对于中小创呢 还是情有独钟啊 那么还有几位微友留言呢 有一个叫刘忠才 他说向下过程中 慢慢低期以东坡开始 方向 增长加预期的高送转股 优选前期曾有表现现已回到相对低位 并拒绝下跌的个股 还有一位叫豆豆 他说短期大盘有反抽 可抄底先于大盘调整到位的小盘股 还有一位叫这是JHJF 是吧 这个怎么念我不知道啊 那个先跌的先反弹 个别的煤炭和有色 已经出现底背离了 还有一位叫吴斌 他说399006创业版指数 已经被全中股绑架了 喜欢小盘股了以后 还要关心399017和399018 看来是还是我们这 这个喜欢小盘股了 还是要另PCD是吧 那么好了 今天这个微信连连看呢 咱就到这广告之后呢 咱看一看明天怎么操作 将进入我们的明日 抢先报 好的 欢迎回来 周三的A股将会何去何从 我们的小伞又该如何操作呢 马上进入明日抢先报 好 欢迎回来 那今天呢两根星 加上昨天两根星了 怎么办 今天又缩量了 那我们呢也别猜 看看图他怎么说 是吧 还是从上证宗旨开始啊 均线方面呢 他是逐渐的 已经向空头方向发展了 为什么呢 现在五日十日已经死叉了 二十日线呢 在这儿了 还没死叉 五日十日 二十日 这样了 是吧 那么如果 如果再往下跌 五就先破二十的 确实向空头方向发展了 下跌后的并列星线 空头依然占据主动 那我们要说说这下跌后的一根阴线啊 然后呢 这儿跌下来就叫行吗 下什么 落什么 还有一个跳啊 什么双星 这是这个阴线阴线结构 那么你要说这阴线结构 你说看多还是看空呢 很简单 如果是一个阴线 跳空向上 两根星 您说是看涨还是看跌呢 是吧 所以说呢 这就不能看出来了吧 所以说后期呢 还确实 还是空头的 这种压力比较大一点啊 股指若下探3180到3190支撑 将产生技术性反弹 也就是哪呢 它在启动之前 在这儿有个小平台嘛 小平台它已经进来了 已经跑到这个小平台的上沿 里边来了 那你要怎么样 试一试的小平台下轨 这是多少啊 3186到3188吧 就这一带 不到3190这一带 那么如果打到那儿 确实它又产就有反抽 那指标方面呢 KTG继续回落 这个阶值就是这个钩啊 它已经超卖了 什么低于零了 零以下了 一旦这个钩 这个它小于零了 那么怎么样出反弹 心低出反弹 记住了 这个这小于零 心低 它就渐心低 它就会反弹 但是反弹的力度 它都没说 MACD呢 已经死差下行了 所以说呢 从这一路一直没有死差的MACD 已经死差下行了 确实趋势已经发生扭转了 那么再看看60分钟 均线呢 空头排列 是窄幅盘整的走势 你看 跳空以后 一直在这儿 好吗 一直在这儿横着 如果按照头肩顶的理论量幅 它下边应该是哪儿 你这儿 这儿一股多高 这儿多深 这个理论量幅在哪儿 在3180附近 那么KDG呢 低位粘合 MACD死差状态 绿柱呢 缩短了 绿柱再缩短 它机会粘合 但是 这KD你要放大一点看 其实有一点点 这 压倒张嘴这个形态 有一点点啊 虽然超卖 但尚未出现进场进号 还是要谨慎观望 等新号出来以后 再说 先别太着急 那我们再看看创业版啊 创业版呢 我们看 均线空头排列 阴线覆盖了 昨天的阳线 把这个阳线吃掉了 虽然昨天那没涨多少 但是它也是阳线 今天给吃了 KDG呢 死差状态 尚未达到超卖区间 MACD死差下行 仍需谨慎观望 没出现买点啊 那么 创业版的60分钟 我们再看一眼 创业版的这个60分钟啊 60分钟呢 我们看 均线是空头排列 昨日的短期震荡后 继续下行 昨天一直在这个大阳线里边 一直在这边盘 今天把这大阳线干嘛 跌穿了 KDD再次形成死差 MACD死差 绿柱再次放大 缩短了以后 再次放大了 碳低的结构 仍在延续 短期 还是要观望 还没有给进场的信号 所以说呢 短期上 如果是说 再往下有几打 可以做一下主板的反弹 但是创业版 还需要再去 再观察一段 等着买进信号出来以后 您再做 没出来的时候 还是要谨顺的看一看 那好了 今天的这个明日想天报呢 就到这里 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现场 好 欢迎回来 首先进入抽奖的环节 请您看屏幕 屏 恭喜尾号247 这位观众啊 你将获得飞科电器提供的 精美礼品一份 那好了 这边呢 还有一个事儿 就是公司与行业得赔论趋势 年终线下活动 12月11日隆重举行 但您提前了解2017新格局 赶快去 一财天毛官方店去抢票 那好了 我们再次呢 回到现场 最近有个什么事儿呢 就是说这个债市 好像是走得不太好 这个预示的什么问题 大家想过没想过 我觉得债市 现在收益率 那个是达到3% 好像是 对吧 那短期来说的话 资金面还是有一定的 紧张 紧张的 那么如果说 我们知道每年的这个年 就是到了12月末 资金相对来说 会比较紧张一些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前面我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 由于这个解禁的一个压力 再加上资金面紧张的话 这个双重压力的话 到了这个季末的时候 那么这个市场 实际上是进入一个调整的周期 那么只有到了这个调整周期 结束了之后 那么我们再开始布局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安全性会更高一些 那么这一旦不确定性消除 这个市场的机会就来了 那所以说现在的话 这个没必要 就包括前面技术上也讲了 那MACD根本这个 快的那个技术指标 它没有较大零多项 刚跌 对刚跌的话 那你现在去抢反它没有太大意义 你还不是把子弹用在最到日上 对吧 就是这样的 其实不光国内 国际上债势走的也不好 最近好像债不知道怎么让 走的都不是太好 那黄金呢走的也不好 其实这两个都是固定收益 或者不叫固定收益 就偏于稳健防守类型的资金 对 实际上黄金来讲的话 它还是避险的供需求更大一些 那么现在全球范围的这个资金紧张 我觉得还有一些各国的这些 不确定因素 不确定的因素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今天还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股指期货 阻力持仓的一个情况 那么从11月份交割以后 随后就进行了一个大幅的增仓 那么这几天呢 实际上它都在减仓 但是今天基本上三个合约 都是减空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他们今天在股指期货上 是一个稍微偏多的一个操作 空头获利了结 对 就是昨天一跳空 空头我相信我先 对 今天今天是三大三大合约 全是减空的一个 短期还是 对全都是 预示或许会有反弹 短期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归创与转发 打赏归刀